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同样演李线女朋友,把杨子刘亦菲周宇童做对比,差距相当明显。 2024年国剧市场竞争激烈,李线因多部热播剧备受瞩目。 文中探讨了与她搭档的三位女演员杨子,刘亦菲和周宇童在剧中的表现。 杨子在亲爱的、热爱的中与李线配合默契,刘亦菲在去有风的地方中与李线的甜蜜场景引人入胜, 而周宇童在春色季情人中与李线的CP感强烈,展现了不同的恋爱氛围。 2024年,国剧市场呈现出异常激烈的争夺态势。 年初,经典家作繁花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随后南来北网及《大江大河三》等优秀作品相继问世, 但遗憾的是并未引起强烈反响。 直至追风者的横空出世,国剧市场瞬间火爆起来, 紧接着群星闪耀石和哈尔滨1944再次将谍战剧的热潮推至顶峰。 随着电视剧的热播,剧中演员们也受到了广泛关注。 其中,李线无疑是备受瞩目的焦点, 她凭借两部热播剧以及即将播出的《星河滚烫》和《人生若如初见》, 成功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被誉为小哥哥。 今日,我们暂且放下剧情,来谈谈曾在剧中扮演李线女友角色的三位女演员杨子, 刘亦菲和周宇童。 他们各自的表现如何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杨子。 她在《亲爱的、热爱的》中饰演了人工智能领域的学霸童年, 与李线饰演的韩商言共同追求梦想, 为国家荣誉而奋斗。 尽管这类偶像剧并非我所钟爱, 但五年前的这部作品确实使李线展露头角, 机身一线男演员之恋, 成为无数人心目中的线男友。 剧中韩商言与童年的甜蜜互动, 深深打动了观众, 特别是那一幕韩商言对童年的摸头杀, 更是让无数少女未知倾倒。 值得一提的是, 杨子与李线在大学时期便是同窗好友, 彼此间极为熟人, 因此在表演过程中配合的偏衣无缝, 使得观众在镜头下看到的互动显得格外自然。 我想, 这或许正是该剧能够走红的关键所在。 其次, 我们再来看看刘亦菲。 她在去有风的地方中与李线饰演一对情侣, 剧中两人的甜蜜场景令人陶醉。 特别是当李线与刘亦菲在绿意盎然的麦田背景下热烈拥吻的那一刻, 激烈的场面让观众和这屏幕都能感受到那份浓情蜜意, 甚至引来了部分网友的调侃, 这才是成年人应有的恋爱模样。 剧中还有一个场景让我印象深刻, 当时养子疲惫不堪, 洗完澡后头发依然湿润, 此时李线手持吹风机走来, 轻轻拖起刘亦菲的秀发, 温柔地说道, 头发不吹干容易感冒饿。 看着这段戏, 我仿佛被他们之间的深情后裔深深触动, 不禁感叹, 这大概就是我心目中理想的恋爱场景吧。 最后, 我们来看看周宇彤。 她在当前热播剧《春色记情人》中与李线饰演一对情侣, 两人之间的氛围感极强。 尽管周宇彤身上缺少了刘亦菲的那种仙女气质, 但我个人认为, 她可能是李线至今为止搭档过的女演员中CP感最为强烈的一位。 剧中, 李线饰演的是遗体整容师陈麦东, 周宇彤则饰演了一名残疾女孩庄杰, 两人共同演绎了一段相互疗愈却又充满矛盾的爱情故事。 最让人欲罢不能的莫过于陈麦东与庄杰之间溢满屏幕的X张力, 每一场戏都让人热血沸腾。 如果说去有风的地方中的李线与刘亦菲展现的是恋爱的美好, 那么春色季情人中的李线与周宇彤无疑正处于热恋之中, 甚至有网友直呼, 这才是成年人硬看的爱情剧啊。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